兩岸首航包機撤僑 如今隨著旅客爆發確診 持續角力 一次的這個包機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再確立一次 這個落實優先人的 隨著8號晚間春節加班機最末班 無法再採取首航兩岸春節加班機方式 由陸方主導 未來只可能透過專案包機 由民航小兩會協商 即便台協會所主責的 200人第二批滯留 古北台胞回台名單 都已會證完畢 如今卻因為兩岸零共事 推進南上加南 先是陸委會拋出兩原則 要求由我方派遣專機 且機上需由檢疫人員隨行 協助當地登機檢疫工作 登機前的檢驗 檢疫 若用這樣的觀念來做 那坦白講 現全居於一個不安全的場合 我們是非常的擔憂 隨後大陸國台辦也發文痛事 民進黨應該停止狡辯與刁難 讓湖北台胞儘快返台 而湖北台辦則是拋出七問 質疑對武漢反台確診病例造假 尤其既然確診了 為什麼當事人和家屬都未被告知 這位部部長陳時中則重砲反擊 我用那樣的標準 不是用科學的標準 來說症狀好好的 然後都沒事 最後我們就跟武漢一樣了 武漢就是這樣子弄 最後變成武漢 我們就是因為很科學化的 很精準的去分析分流 才能夠現在把它守好來 所以天啊 這也真的是很好笑 當兩岸人民戴上口罩 嚴防病情擴散之際 包機確診病例卻引爆兩岸政府跨海的口水大戰 政治上的高來高去 卻讓台人的返鄉置入更加遙遙無奇